大家好,今天是10月19号 昨天呢,我发朋友圈 是比街买的 我给你的大米 疫情期间呢,大家都会 多买几袋米放在家里 那这袋米呢,我也买了一两个月了 放在那里 然后打开以后呢,我就觉得是黑黑的 挑几袋出来看看,眼睛还看不出 拿这个灯照了以后 然后呢,才能看得出 这样一般看呢,是看不清楚的 它给人的感觉 就是一般的黄的糙米一样的 但是其实它是 我挑出来用灯一照啊 是那个霉的 这样照 我今天呢,又做了一个饰演 就是一般这样 这样看是看不清楚的 然后呢 我还是 拿那个 灯拿出来 照着 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段视频呢 我先不开灯 照这里 然后呢 再打开灯 你们看一下 这一段视频 明天咱们 2 3 4 4 5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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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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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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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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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时间很长了 看一下这几颗就是现在挑出来的 我侧过来给你们看一下 是这样的 那天也是挑了几颗 我一拍放大一看 下次能 你看 还看得清楚 其实这挑了 那里面还有 已经都揽开来了 可以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